美女 這個江戶時代的服飾會 就是一種世俗和市井的一種描繪 而且服飾會裡邊還有相當一部分 其實是跟日本的那種色情傳統是有關係的 我上一次說過的這個日本的出版業漫畫占三分之二 在這個漫畫裡邊色情占一半 哇這麼厲害 不過這個是日本傳統 日本的這個錄影的場景也是這樣 但是千萬不要以這個現象 就以為好像日本人就很色情 這個是日本文化很獨特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些專門的一些研究 比如說有一本書叫《日本人的鏡像》 那個作者是一個澳大利亞的一個女學者 在日本很多年用八年時間寫的這本書 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 了解日本整個文化的最好的一本書 那裡面告訴我們 聽日本人的確有很有意思的世俗的一本 我也在想這個事情 佛飾會 其實佛飾會對歐洲現代主義 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因為當時日本人率先脫亞入歐 是吧 賈五海戰贏了中國以後 他首先在亞洲就起來了 剛才05年又戰勝了俄羅斯 使他體身在強國之列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印象派 當中已經有日本人的因素了 比如說莫奈他就畫過穿著和服的這個白人 女性白人 梵高專門就用油畫的臨摹服飾會 對 那個年代剛好西方對於他們的傳統的古典主義 非常厭倦 從技法上來講 主要是對他們的深度空間很厭倦 他們喜歡平面 而他們當時接觸到了平面藝術和東方藝術 主要是日本的服飾會 日本的服飾會 但是呢 日本的服飾會呢 江戶時代的服飾會 其實和中國也應該有某種關係 其實中國的傳統的水衣木客 也是這樣子的感覺 也是非常精彩的 在比如說明代為例 明代其實這種版話 那 就很流行 因為中國是個印刷大國 當然 其實流行的是春宮圖 很發達 有一年我到漢城 韓國的索爾 我找到了日本 找到了一本 朝鮮的這一方面的題材 我在發生一個強烈的興趣 從中國到韓國 再到日本 這個美術的脈絡是怎麼過去的 但是呢 不同的就是中國是純天女去人獄 這衣植界的東西是私底下流行 是吧 這個把玩的 中國推崇的還是那種精英的藝術 山水藝術 到了清代的時候 中國這種精英的文人藝術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 就是去織芬期 就是不能太女性化 凡是女性化就有點問題 這個是通俗說法 它實際上的真正意思就是不能太甜美 有某種蒼山感 有某種枯澀感 有某種疏遠感 這樣這個境界才讓人玩味把玩 這個會不會也跟宗教有關係 就佛家啊 道家啊 他們這種 有一點關係 但是中國的繪畫背後 我覺得道家其根大作用 道家和儒家其根大作用 因為佛教有佛教的繪畫 佛教的繪畫 在中國的山水化背後其實是道道教 道家和道教 像著名的佛城山區圖的畫家 那個那個那個 黃公望 他本身就是個道教裡面的一個重要人物 他首先是道教裡面的重要人物 然後以這樣的一個心態去畫山水 畫出了一個佛城山區圖 佛教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他們兩個都混在一起 如道西三家混在一起 但是日本佛社會 所以他真的有一種歌頌世俗生活的熱情 甚至我有點像我的猜想啊 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像17世紀荷蘭的世俗世景化 其實荷蘭畫派 它就是以世景為描摸對象 那日本這個世俗化它會不會也是跟這種就是商品有關 因為它是版畫嘛 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它也是因為流行才做那個 而且日本它也分的 日本它 它也有它的精英藝術 它的精英藝術是追隨中國的水墨畫 像著名的京都畫派和東京畫派 我們所說的四條畫派和蒙龍體 是吧 他們也在往現代化轉的 同時他們也要維護他們這個 後來他們稱之為日本畫的傳承 日本畫本身也是要有一種典雅山水是吧 他們也不會看得上服飾會 所以在日本服飾會就是個市民畫 它一直在民間流傳 那麼我到日本看日本的整個出版業的時候 我就知道它就是當代漫畫 日本人一直都有看漫畫的習慣和興趣 到現在還是這樣 但是有意思的是 到了這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現在這種服飾會又有一個新的膨脹點 成為一個新的現象 結果出現了我們稱之為有世界影響的大師 比如說奈良 比如說春上榮對不對 奈良美智可能更厚一點吧 可能九十年代甚至更厚 不是其實很早 我會查一下資料他們兩個很早 而且他們兩個很 他看起來還蠻年輕 很怪異 都是六十年代出生 一個是六二年一個六三年 我記得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大概是六十年代出 我不是那段歷史的研究者 我查了一下資料應該是這樣 而且以我的趣味我是不會注意這個潮流 提醒我注意這個潮流的 比如說奈良的這個潮流的是 一個學生 當時我在大學教書的一個學生 他後來給我看了一個標誌 就是那個著名的奈良美智智 憤怒的女孩 他是太喜歡他了 我才開始注意這個人 注意這個人以後呢 我到今天我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這個奈良其實就是創造了這個形象 而且我看到的一些傳記和資料才知道 他這個形象還是跟他在日本有關係 跟香港有關係 是嗎 對他到香港去 他不知道為什麼在香港 忽然發現了這麼一張臉 一個回頭的一個憤怒的 這個青春亮麗的女孩的臉 有一種情緒有一種倔強 他回去就變成他的形象 然後他今天都依然以這個形象為唯一的創作方向 他所有所有都是這個形象 所以這是一個對我們這些傳統教育出來的 研究美術史和美術理論的人 嚴格講是一個挑戰 就是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就一個藝術家最後能夠獲得世界名聲 靠了就一個形象 這個形象居然如此深入人形 對 而且令我回想 就是我年輕的時候 不是日本還出了蠟筆小新嗎 對 其實蠟筆小新也是從這個形象 對 回到這個 這個商業的市場上 世俗的市場上 一個 小不點 然後呢就是幹壞事 很憤慈 這個極俗的 極俗的這樣 而且 而且我有一個體驗 我想你可能有一個更權威的回答 我曾經在廣州少年公做了一個講座 就是迪士尼原創和日本漫畫原創的差別 因為我發現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中國的父母們給小孩看卡通 基本上向他們提供的是迪士尼的馬 等到小孩到了七八歲八九歲 自己有一定的選擇興趣 他們幾乎無一例外的選擇看日本卡 我覺得這個沒有說太大的選擇性 我不知道後來怎麼樣 我長大之後怎麼樣 但我小的時候就是電視播什麼就看什麼 然後能看到什麼就看什麼 但是實際上是這樣的 包括現在到現在為止是這樣的 當然我那個時候就比較單一 那時候就可能就是叮噹 現在的多拉一夢 不知道為什麼叫多拉一夢 以前叫叮噹 然後後來的變形金剛 然後到小學的時候就是聖鬥士這些漫畫 叫龍舟 叫聖鬥士 都是我自己找來看的 包括那比小生 也剛說那比小生 我覺得很少有父母 願意中國的父母 願意自動的給某個年齡的小孩 看那比小生 那時候可能都 家長本身就比較抗拒這個事情 為什麼 我就想回答這個問題 當時我的講這句講那個問題 為什麼 是因為日本的這種動漫 和美國的第一次動漫 有個很大的差別 對小孩子有不好的影響 我覺得 這個是個通俗說法 其實我把它改成為 美國迪士尼卡通 它其實是一個教育性的主題 不要騙人 有條活潑的性格 它有某個倫理訓誡的意味藏在裡面 有一點吧 因為像比如說白雪公主 這些灰姑娘 這些故事 它本身是帶有一定的寓意的 就是最著名的迪士尼那個 唐老鴨和那個米老鼠 都會有一些 它其實就是一個 有某種正面引導的作用 家長願意孩子們看這些 獲得一種倫理概念 但是日本的動漫 它常常是 以某種本能 和某種自發的欲望為一個很重要的對象 因為這個符合日本漫畫的生產傳